i8油電超跑 國道撞擊瞬間曝光 後方行車記錄器拍下 當時i8才剛從中線前到內線 突然 看到前面這一幕 駕駛乘客忍不住驚呼 因為i8的車頭 直接把休旅車纏起來 引擎蓋整個折起掀開 兩輛車想跌落汗 對 我們其他三台車 是堆疊在一起的 從其他角度看 車損 i8超跑擋風玻璃 被休旅車後輪押出蜘蛛網撞 二二八連駕國道一號苗栗路段 發生了這一起連環狀 畫面一出目光焦點 全載這輛新車價值千萬的i8 油電超跑 還有她的身上 i8的車旁一名長髮女子 彎腰檢查車況 背影照快要走光 有網友找出這一名女子 就是網紅Kimi Rowe 臉書上有75萬的粉絲追蹤 Kimi Rowe貼出照片 說這起車禍 造成她額頭跟小腿破皮 瘀青也錄影片跟粉絲報平安 二二八連駕 返鄉潮 我們是沒有任何超速的問題下 正常在內車道行駛的 那四五車撞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是來不及做反應的 而Kimi Rowe也補充 當時開車的是姐夫 從事半導體產業 i8是二手車 花了三百多萬買的 他們兩個人都只有受輕傷 本來是要北上 吊念車禍離世的朋友 沒想到自己途中發生連環狀 差點以為自己也死定了 五車的車體比較龐大比較高 那我們是i8的底盤比較低 所以說當我們撞上去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反應不及 我們順勢的慘起來 事後他們在警局做筆錄 Kimi Rowe就坐在一旁滑手機 疑似在回覆粉絲們訊息 一場i8車過 也意外掉出網紅辣妹